金中宝国呢 因为很多的人到这边来了之后就问 说岳飞那个到底是金中宝国还是静中宝国 金中宝国和静中宝国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那跟大家讲首先第一个我们先看 金中宝国 这个金中宝国谁写的 这是刘海素先生所写的 金中宝国是当年的宋高宗赵构 给予岳飞的评价 也是我们后人对于岳飞的敬仰 对他的这种评价 可能大家会比较奇怪 赵贡会对岳飞有这么高的评价吗 他为什么还要杀掉岳飞呢 其实在很早以前的时候 岳飞跟这个高宗两个人关系是很好的 那据说呢有一次 当时的岳飞率领着兵马 跟谁打仗呢 要跟这个李成去打仗 李成是谁呢 李成是当时这个伪奇的第一猛将 那么在遇到岳飞之前呢 他跟这个南宋的将领去打仗的时候 那可以说呢 把这个南宋的将领啊 个个都打败了 所以当时的皇帝啊 很担心 那么这一天呢 这个皇帝呢 就见到了这个岳飞 就跟岳飞去讲 所以有 如果说有一天 你碰到李成的话 你不要去力敌他 就担心他打不过 那因为了岳飞的这个兵马呀 可以说在当时南宋时期 几乎算得上是最高战斗力了 如果他被打败了 那么一旦他们趁势南下 那就完蛋了 所以就跟他 你不要立敌 你到那边 如果碰到李成的时候 你可以招降李成 如果李成愿意归赴我们宋朝的话 我可以呢 把他提拔为节度使 郑二品的官职 当时的岳飞还不是节度使 所以呢 当时呢 他是担心岳飞呢 打不过李成 过了没多久 岳飞就碰到了李成 两个人连军对战 当时的朝廷非常的担心 担心岳飞打败仗 但没想到呢 岳飞两军对战的时候 根本一定不用担心 因为呢 直接把这个李成呢 不是打得大败 而是把李成的部队 打得是全军覆没 只有李成一个人 凭借着个人勇武 冲出了重围 那这个消息传到了朝廷 朝廷无比的高兴 高宗说 我拿什么来奖赏这个岳飞呢 岳飞一不爱钱 二不爱官 所以他就想到 写了四个字 拿着笔 叫金中岳飞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 有一个旗子叫金中岳飞 写完了之后呢 让当时的皇后 亲自拿着针线 把它缝绣成的一个战旗 赐给了岳飞 那岳飞拿到这个战旗多开心啊 比他连绳五级也高兴啊 所以每一次他征战沙场 都把这个战旗 树立在岳家军的最前方 用来鼓舞和赶召岳家军 更加的奋勇杀敌 所以金中报国就是这么来的 而金中报国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这旁边 这就是金中报国 这个金中报国 才是岳飞背后所赐的四个大字 当年的这个岳飞啊 他一生呢 曾经四次从军 二十岁的时候 第一次从军 去攻打这个辽国 但是到那边去呢 没有跟辽国打起来 一年不到的时候 家里传来了噩耗 他的父亲去世了 父亲去世了之后呢 要为自己的父亲去守孝 其实岳飞家里呢 非常的穷 作为长子呢 就要挑起家庭责任的重担 家里又很穷了 怎么办呢 他没有再去当兵了 那么在家里 第一 他母亲就在当地的村里面 就是找了一个财主 据说就是王贵他们家 做什么 临时工 做佣人 然后他的老婆叫做刘氏 当时已经生了两个孩子 一个呢 叫做月云 一个叫做月雷 刘氏在家里呢 就种几亩薄田 而岳飞自己呢 就出去打工 就跟我现在 我老家不是这里的 我是出来打工的 他出去打工 那么当时打工呢 到哪里呢 找了一个姓韩的人家 就是韩琪的后台 是北宋的名相 韩琪的后台 他们也是大户家庭 就是做了一个庄客 同时因为他武艺高强 他就兼任了 韩家的这个保安队长 那么那个时候 整个黄河两岸 已经是名不聊生了 老百姓想要活下去 三五成群 几个人在一起 成为盗匪 大家去抢劫 抢谁呢 那肯定不能抢 穷人 穷人没东西抢 抢的肯定是富人 所以呢 当时他们就来到了韩家 那么月飞呢 射箭的本领非常的厉害 那么很 往往这个敌人来的时候 他一箭射过去 就把别人头领就给射死了 然后呢 就把这些人打败了 多次了保护了这个韩家 后来他的名声呢 是越来越大 连当时周围的很多山带网 都知道了月飞这个人的名字了 所以他们呢 就找到了月飞 跟月飞讲 你跟我一起上山为王 大块吃肉 大乘分金 大碗喝酒 多好的事情 但月飞不干 月飞呢 有着他自己的忠意 他不单单自己呢 推辞了 而且还责骂了这些人 他把这个事情 就告诉了自己的母亲 他的母亲觉得 儿子你做得对 做得好 好男儿在国家危难之时 并当什么 福危济困 那么这个才是 大丈夫所为 你怎么能够在国家危难之时 你反过来 与民为敌 与国为敌呢 所以当时呢 他就让自己的儿子 脱掉自己的上衣 给他赐下了 敬忠报国 那么这个敬忠报国 是让他尽心竭力地报效国家 尽心竭力地保护百姓 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不忘初心 因为你本身就是从老百姓开始起来的 那么我们中国有太多太多的一些人 原来的时候呢 你比如说你没有当官的时候 你是痛恨贪官的 等到你自己当了官 说不定自己也成为了贪官 就成为自己原来最痛恨的那一拨人 对吧 我们大家正所周知的一个成语 叫做凿臂偷光 我相信大家应该听过这个成语 那个匡衡 是吧 家里那么穷 他不恨贪官吗 恨吧 但是他最后自己呢 他就是因为贪污而死的 被杀的 岳母希望自己的儿子 不忘初心 要牢记自己嘛 尽心竭力报效国家 尽心竭力保护百姓 所以呢 在他背后就赐下的叫敬忠报国 这是他背后的四个字 好 那我们 对吧 对吧